害死岳飞13年后,秦桧的重病,高宗探视病情,秦桧一句话不说只流泪,秦桧害死39岁的岳飞后,风光活了13年,在高宗去他家探视病情时,秦桧默默流泪,秦桧的这种表现并非人之将死,奇言也善,他并没有在自己将死的时候后悔自己的恶行,而是在临死时还在玩着花招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 秦桧本性很自私,阴险恶毒,从他害死岳飞的手段便知,绍兴十一年,1141年,十月,秦桧让剑官默齐县弹劾岳飞,让张俊诬告岳飞不将张献谋反,抓走张献,对其动用私刑逼供,岳飞父子被押送大理四月,原旨在金杭州小车桥附近,狱中,当时的金国因无力攻灭南宋,退而求其次提出与宋议和, 秦桧从个人利益出发积极响应,完颜宗币,在给秦桧的书信中提出一个条件,必须先杀了岳飞才能议和, 而宋廷想借机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,特别是主战派的岳飞,韩世忠二人,秦桧明白了朝廷的意思,就立刻加速了残害岳飞的步伐, 秦桧的老婆王氏也是个阴险毒辣的人,他提出要对岳飞斩草树根,秦桧毁毫不犹豫地听从,暗暗对岳飞众手出击, 秦桧毁让党羽莫其谢,裸辱及弹劾,污蔑岳飞原怀惜逗留不尽, 主张弃手山羊,使岳飞被罢疏复使之职,接着诬告岳飞,给他罗列罪名, 说岳飞曾说自己和宋太祖都是三十岁任节度使,骂武先皇,意图谋反, 大家都知道宋太祖是黄袍加身夺取的江山,得位不正,宋朝后来的统治者因而最忌讳自己的武将走这条路, 秦桧这样说岳飞就是想给他扣上谋朝篡位的罪名,秦桧怕这样还弄不死岳飞, 又一受赵不救怀西等罪名,他在怀西之战中罗列罪名有四一,都六为赵, 二,赐一罚粮,三,不携重兵,四,缓鱼就好,迢迢都是死罪, 秦桧自边自演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岳飞毫无生还之机, 秦桧罗列的这些栽赃的说辞根本站不住脚,一些朝廷官员看不下去, 起来为岳飞明冤辩护,结果都被秦桧打压处置, 秦桧利用自己的权力,大肆打压一击,让整个朝廷都成了他的傀儡, 那些反对他的人,轻则被贬官流放,重则丢了性命, 整个南宋朝廷被他搞得乌烟掌机, 例如大理四成李若普,何燕游认为岳飞无罪,被罢官, 宗正清赵氏鸟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岳飞无罪, 被秦桧报复遭革职并逐出临安,文氏志家,不宜刘允生, 范承之等也分别上书为岳飞申冤, 但都受到诛脸,刘允生被下大理寺处死, 志家,范承之后来都死于刘放帝, 最终,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, 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岳飞赐死欲中, 将岳飞的长子岳云和爱将张献拉到菜市场砍头, 岳飞的冤死引起全国百姓的悲痛, 惋惜,哭泣哀嚎声一片, 百姓们纷纷感叹奈何生在乱世人, 可也只能恨自己人为言轻, 对此无能为力, 也为这幕后的支持者不是一般人, 秦桧照够君臣二人之间有着赤裸裸的交易, 有些是,有些人照够不便直接路头的, 秦桧就露头, 照够不便出手的秦桧就出手, 害死岳飞后, 秦桧在朝廷中更加肆无忌惮, 就在岳飞刚被害死后, 宋金绍兴合议的手续彻底完成并实施, 宋金遵照协议, 让徽宗及显宿皇后, 献结皇后的灵鹫运至秦都, 太后还赐宁宫, 为了表彰秦桧的功劳照够, 对秦桧封官家卷, 先是封秦桧为太师, 进封魏国公, 之后不到一个月, 接着进封秦, 魏两国公, 秦桧继子秦熙进士吉地, 合议已成定局, 得胜的秦桧更加嚣张, 他如风卷云涌般的报复之前反对自己的人, 那些主战派一个个都造了殃, 秦桧便号称小元佑的赵鼎于潮州, 后来将年过花甲之年的赵鼎, 逼得绝世而死, 贬主战派王树于岛州, 王树刚到贬帝就一命呜呼, 估计被秦桧下了毒手, 胡权被贬于新州, 经广东新兴, 管制永不录用, 后来再被贬至吉阳军, 经海南三亚市崖州区, 曾开, 李弥逊, 张俊等也被罢官, 岳飞被害死后的第一年, 1143年, 秦桧为掩盖自己的罪行, 为愚弄天下万民, 秦桧借助天象和各种地理气象来粉饰太平, 甚至制造假象, 天降大雪时, 他就装模作样的庆贺瑞雪, 看到楚州奏严城县海水清澈, 就奏请朝廷庆祝, 当听闻《乾州之州》薛碧硕, 在木头内发现文字天下太平年, 秦桧更加弄虚作假, 天天上降报, 除了向天下疯狂输出各种喜讯和祥瑞, 另外在不停地打击排斥一击, 例如曾上书弹劾秦桧十大罪状, 后来又为岳飞辩护的胡顺志遭秦桧报复, 逼死在狱中, 宋高宗亲选的壮严狼张九成拒绝求和, 被秦桧屡次报复, 被贬折居南安军, 岳飞被害死的第二年, 也就是少兴十四年, 1144年, 秦桧兴风作浪, 大兴文字语, 无论是谁, 只要和秦桧言语不合, 就会遭殃, 例如因言获罪者有黄归年, 白厄, 张柏林, 谢钱, 新永宗等, 赵鼎, 李光都被再次流放到海岛, 接着秦桧罢免吴表辰, 之前在送, 金达成何议时, 吴表辰就得罪了秦桧, 秦桧想派吴表辰出使, 议定地界, 并指正是唐维尔, 被吴表辰拒绝了, 后来又因普安郡王, 赵不从, 封典与秦桧意见不合, 吴表辰被罢官, 因历次仪式苏府, 苏氏的孙子, 等人也遭秦桧打击, 秦桧比秦国的赵高过犹不及, 类似指路为马的场景在朝廷不断上演, 秦桧身边出现一批屈炎附势的小人, 例如台州增顿为县师, 称秦桧为圣像许多跟风献媚的官员, 如苍蝇般向秦桧涌来, 纷纷上书拍秦桧的马屁, 将他捧上超越古代圣贤的地位, 有人竟称他为元圣, 秦桧的权势为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带来无尽的福利和荣耀, 秦桧让杨子秦熙任秘书少监, 让他负责撰修国史, 还明目张胆地焚毁自霸相以来涉及自己的所有诏书和奏章, 企图掩盖自己作恶的证据, 在岳飞被害死的第三年, 赵国对秦桧全家大家封赏, 他赏赐秦桧府地, 对秦桧的家眷都加封官职, 高宗将亲笔提写的义德隔天的匾额赐给秦桧, 给他特别的荣耀, 赵构赐的这几个字, 出自宋代曹勋的政府生日四首, 义德隔天沾香叶, 密布与邪交印, 回想以前, 高宗曾为岳飞亲笔书写经中岳飞四个大字, 并制成锦旗送给岳飞, 岳飞的经中更加宋朝上下家喻户晓, 当时高宗送秦桧匾额, 就是向天下宣告, 秦桧所做的一切是被赵国认可的, 天下也应认可, 岳飞被害死的第四年, 秦桧建家庙, 高宗赐给他忌计, 给足了秦桧脸面, 帝王赐将向忌计, 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遭, 到目前为止, 秦桧仍没有停止对异己的重力打击, 张九龄之地张九高的后代张俊尚书禁言说, 刑事严峻, 要早做预备, 并上奏备战扛金, 秦桧得之后大怒, 学习兵权, 将他贬至廉州, 岳飞被害死的第五年, 秦桧被封为一国公, 秦桧的异己越来越少, 献媚的人在逐渐增长, 尽是诗恶上文歌颂时政, 秦桧看到大大喜欢, 勇免去文解, 这等于为他以后的考试免去很多麻烦, 也就是说, 诗恶以后参加中央考试, 可以不用审核地方官给予文解的证明文书之类, 从此对秦桧送用献媚的人越来越多, 当时整个朝廷黑白颠倒, 谎话飞满天, 岳飞被害死的第六年, 秦桧继续打击一己, 降门之后, 李显忠因上奏恢复中原, 被秦桧极恨削去君子, 岳飞被害死的第七年, 秦桧的人生达到巅峰, 高宗宁人为秦桧这画像, 并厚颜无耻地亲自对秦桧作战, 当秦桧听到各郡都上奏说监狱一躬, 秦桧为赌天下悠悠之口再次进私传也时, 允许民间告发对自己不利的口舌, 岳飞被害死后的第八年, 久机在新的民怨终于爆发, 正月里的一天, 就在秦桧上朝的路上, 点思小校施权拿着利刃挡在秦桧的轿子前, 要刺杀秦桧, 秦桧的跟随奋力抵抗, 施权因寡不敌众被拿下, 过审后在闹市被处死, 虽然秦桧没有被刺杀, 但是这次刺杀在精神上给秦桧一重击, 秦桧从此有了心理阴影, 特别惧怕死亡, 他只要出门就一定带上侍卫, 夜间有时会被噩梦惊醒, 紧接着秦桧对异己的打击更加丧心病狂, 李光的次子李梦坚又成武郎, 因机梦朝政, 引起秦桧不满, 秦桧随便找了个理由说他撰写自己老爹的四世, 对其罢官除名, 贬制侠州, 连坐八人, 紧接着秦桧以诽谤罪论处汪大规, 刘继忠, 惠君等人, 而对于秦桧的恶行, 高宗继续纵容, 秦桧生了病, 高宗允许他成教上朝, 免朝败礼, 岳飞被害死的第十年, 秦桧在言论上更加敏感, 一言不合就以诽谤罪论处, 以诽谤朝政罪制造王树两个儿子王之奇和王之巡, 叶三省, 杨伟, 圆敏求四大冤狱案, 王树反对义和被秦桧逼死在被贬的路上, 这还不算完, 秦桧又对其两个儿子赶尽杀绝, 岳飞被害死的第十一年, 秦桧奏请高宗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毁灭掉, 他让高宗从台州谢吉家收回其崇礼所授的圣旨, 也就是秦桧第一次被罢相的圣旨, 距离此时已经有二十二年之久, 当时秦桧和吕一号共掌朝政, 吕一号刚正有古迹, 和抗金名将张俊, 韩世忠等是好友, 早就看不惯秦桧的小人嘴脸, 秦桧知道吕一号就是自己仕途的绊脚石, 就密谋夺吕一号权, 他让党羽造谣说, 周宣王修内政, 让外敌, 故能忠兴, 金二相应分管内政外政, 高宗听信秦桧的谗言, 照命吕一号去管军旅, 秦桧专管政务, 吕一号不甘让小人拿捏, 就让黄归年弹劾秦桧, 将秦桧的卑鄙伎俩公布朝廷, 揭示他专主合议, 破坏恢复, 结党专权, 说秦桧就如王莽, 董卓之类, 不久, 秦桧党羽皆被罢出尚书生, 接着高宗召其崇礼入宫奏队, 拿出秦桧所臣二册给他看, 河北人还金国, 中原人还刘裕, 并说秦桧说男人归男, 北人归北, 朕是北人, 将归哪儿, 秦桧又说违相树叶, 可耸动天下, 朕至今也没看到, 其崇礼就把高宗的意思写入训词, 不告中外, 随后高宗降召, 罢取秦桧相位, 认为官文殿学士, 提举江州太平关并张榜朝廷, 一事不再富有, 秦桧一辈子都在算计别人, 没想到自己当宰相才几个月就被被人弹劾罢下, 并将自己揭露得体无完肤, 这对秦桧来说是一生的耻辱, 他如今一手遮天, 根据他的低劣人性, 自然想将这段不利于自己的历史抹去, 岳飞被害死的第十二年, 自知寿命不长的秦桧更加着重培养提拔子孙, 他的孙子秦勋以索听事和省事第一的身份参加电视, 这次索听事的主考是陈志茂, 秦桧为了让自己孙子的第一, 开考前秦桧多次向陈志茂矮示, 陈志茂看不惯秦桧那一套, 他就将29岁的陆游判定为第一名, 不过位于秦桧的权威, 还是将秦桧的孙子排了第二, 索听事结束后, 举行省事, 主考官是秦桧的亲信御史忠成魏施训, 李布侍郎间大学士汤思退, 结果秦勋为第一, 陆游下了榜, 在进行电视时, 照够亲自主持的考试, 他选出第一名就是状元, 当高宗读到秦勋的文章, 发现其行文语迹与秦桧毁毫无二致, 就钦点张孝祥为状元, 降秦勋为第三, 叹花, 不过由于秦桧的运作, 秦勋被认为十路愿修传, 宰相子孙统领史直, 前所未有, 岳飞被害死后的第十三年, 沈长青和瑞业共赴牡丹师, 被邻人告发, 皆被贬, 对秦桧父师献媚的知府吕苑中被照用, 这时竟然有人奏请秦桧乘金根车, 天子法驾, 所成曰金根车, 驾六龙, 一遇天下, 设一国府官署, 加九息, 秦桧泰然受之, 不久, 秦桧并重, 八月, 宋太祖赵匡胤的武士孙赵令金, 无意冒犯秦桧, 在会宾客观看权向秦桧祖辞时说过君子之责, 武士而战, 而遭秦桧爪牙诬告, 被投入大牢, 遇使徐喜揭发赵鼎之子赵坟与赵令金关系密切, 被送入大理寺, 秦桧对赵鼎, 张俊和胡言深恶痛绝, 赵鼎已死, 秦桧就让赵坟自污与张俊, 胡言谋划叛乱, 企图将他们一网打尽, 受牵连者打五十三人, 秦桧当时并得手无提笔之力, 无法写字, 这些人才捡回小命, 秦桧害死岳飞后, 一边往自己脸上贴金, 一边打压排斥一击, 坏事做尽, 身上背着成百上千的人命债, 一步步走向死亡, 他突然病倒, 很严重, 濒临死亡那种, 对于秦桧将死的消息, 赵鼎甚至有些不相信, 他佯装关切去探望病情, 一探虚实, 赵鼎是忌惮秦桧的, 秦桧的阴险, 恶毒赵鼎尽收眼底, 甚至感觉驾驭不了秦桧, 他自己曾说, 只要和秦桧见面, 都要在靴子里暗藏匕首自卫, 其实赵鼎在岳飞被害中是主谋, 他不过是暗地操作, 让朝臣抓不到把柄, 只会看到秦桧在把持朝政冤杀大将, 赵鼎说, 因惧怕秦桧而鞋子藏刀自保, 说秦桧全是滔天, 擅自处理奏折等等, 都是围着撇干净杀岳飞的真相而已, 绍兴二十五年, 一千一百五十五年, 十月二十一日, 高宗去秦桧家探视病情, 秦桧躺在床上, 脸色苍白, 气息微弱, 无一语, 只流泪而已,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 秦桧还想和赵狗做交易, 无奈自己已无资本, 甚至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了, 只好用眼泪来试图换取老搭档的同情, 他想让赵狗满足自己最后的心愿, 让自己的儿子秦熙袭宰相之职, 秦桧一生无自己的亲生孩子, 过继自己大舅子的私生子秦熙为养子, 临死前任为养子谋后路, 秦桧满脸泪流逝想, 也只能用这样的招数, 让赵狗对自己多年来的背锅害死岳飞, 给予最后的补偿, 高宗看到秦桧马上就一命呜呼, 确定他将不再对自己构成任何威胁时, 就直接命沈须中草拟秦桧父子的词官书, 当夜, 秦熙派秦勋同林一飞, 郑木然见台见官徐喜, 张福, 策划自己的败相事宜,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, 就在秦桧闭眼的前几个小时, 照够家封秦桧为健康郡王, 进秦熙为少师, 接着是, 当晚, 秦桧带着失望, 带着遗憾愤恨而死, 终年66岁, 至于宋高宗亲自为秦桧坟墓, 提写神道碑额, 提字, 决策员工, 精忠全德, 把秦桧当作大功臣, 大忠臣表彰, 让秦桧死后被哀容, 也不过是掩盖自己当年幕后 害死岳飞的真相罢了, 秦桧在岳飞死后, 虽然一度全是滔天, 但他的罪行终究被人们所揭露, 岳飞的死让他背负了千古骂名, 他在朝中结党营私, 贪污腐败, 残害忠良, 这些行径引起了公愤, 他的罪行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, 岳飞庙内秦桧夫妇的贵相 已经定格在世人心里, 秦桧的罪恶正如朱熹所说, 秦桧之罪所以上痛于天, 万死而不足以赎卖, 万死而不足以赎卖, 万死而不足以赎卖,